无论在哪里参加王氏活动,威尔士王妃·凯特,米德尔顿总是能泰然自若,很少被看到失控的样子。 但据《净报》7月19日报道,凯特·王妃却在以前一次活动中因遭人冷落而不慎失去冷静,让王氏粉丝们大吃一惊。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看王氏故事的那个拉不住的风筝,为了方便下次容易找到,看视频前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接着往下看。 2014年12月,凯特去纽约旅行时参观了当地一个儿童中心,并和那里的工作人员一起包装圣诞礼物,包括剪丝带和折纸。 但在活动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怀了夏洛特公主5个月的凯特停下来休息了一会儿,并试图与其他人交谈,但对方并没有理会王妃,而是只顾着埋头干自己的活。 而凯特那一刻的罕见反应,恰好被镜头抓拍到了。 可以看到,当时的王妃忍不住翻了个白眼,但又立马收回,并一笑置之。 不过,从那以后,凯特的表情管理能力是越来越强了,可以说没有再出过什么大的差错。 哪怕在最近的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上,当他被著名英国演员丹尼尔·克雷格冷落时,也是始终保持镇定。 现场照片显示,当凯特王妃靠近丹尼尔及其妻子雷切尔·威兹的身边时,两人并没有站起来迎接他。 甚至当威廉王子和乔治王子过来与他们交谈时,这对明星夫妇依然坐在座位上一动不动。 但很多王室粉丝对此深表不满。 有人提醒丹尼尔,你为什么还戴着墨镜坐在皇家包厢里呢? 是时候学点礼貌了。 邦德先生另一位附和道,他们也没有站起来迎接西班牙国王詹姆斯,邦德需要学习一些基本的王室礼仪。 还有人批评说,完全没有礼貌。 的确,当人们与王室成员见面时,应该注意一些微妙的礼仪问题。 《每日邮报》编辑理查德,伊登也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他在社交媒体上告诉粉丝,这不仅仅是尊重与否的问题,而且还是关乎礼貌的问题。 理查德分享了一张威尔士王妃与克雷格夫妇谈话的照片,并写道,这张照片让我感到很不安。 虽然雷切尔,威兹可能没有地方行去西里,丹尼尔,克雷格也没有地方鞠躬,但他们难道不应该至少站起来迎接威尔士王妃吗? 哪怕克雷格摘下他的太阳镜。 后来在接受《每日邮报》新一期王室栏目采访时,理查德还强调说,即使你是好莱坞的大明星,当有人走过来和你说话时,站起来是基本的礼貌,不管他们是谁。 如果那个人是我们未来的王后,那这个礼仪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赞同理查德的说法,他们认为,顺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其中一人指出,你们太大惊小怪了,另一人也遇到,别自以为是了,并不是每个人都崇拜王室成员,还有人猜测,可能当时是因为王妃让克雷格夫妇坐在座位上的。 但反观另一位演员詹姆斯,诺顿,他就表现得相当出色。 这位男星站起来迎接了凯特,并微笑着与他热切交谈。 值得一提的是,41岁的王妃当天还遭遇了另一个尴尬,尽管她拥有最好的服装造型师,但还是避免不了出错。 凯特穿的那件翡翠绿礼服因褶皱太厉害,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热议。 有人直呼,这是每个女人都害怕的时尚失礼,还有人说她从来没见过王妃穿过这么差劲的衣服。 但不可否认的是,凯特这一次自始至终都保持着她的优雅姿态,并没有因为着装问题而失控。 而另外的一则消息是,乔治王子的祖父母可以说是世界上知名度最高的人之一。 坐在王位上的查尔斯和卡米拉在英国公众心中占据着特殊的地位。 然而,在这位小王子的生活中发挥了不可估量作用的是他的外祖父母。 快报官网报道说,迈克尔,米德尔顿和卡罗尔,米德尔顿在伯克郡的家是乔治王子在伦敦圣玛丽医院出生后居住过的第一个地方。 当时,凯特刚刚生完孩子,只想在第一个孩子出生后立即在父母的家中度过几天,这是一座价值470万英镑的二级保护建筑。 乔治与他的外祖父母的密切联系,就是那时开始在巴克伯里庄园建立起来。 年幼的王子与迈克尔爷爷变得尤其亲密。 迈克尔是一个内向而安静的人,在他的第一个孙贝刚出生的时候就表现出了他做父亲本能。 乔治出生一个月后,全世界都渴望一睹这位小王子的风采。 然而,发布一张专业拍摄的照片是当时威廉和凯特夫妻最不想做的事情。 一位家庭朋友说,迈克尔有完美的解决方案。 他提议他自己拍照,在花园里组织一次没有压力的拍摄活动,省去他们要花很长时间找一个摄影师的麻烦。 这意味着这对紧张的新手父母可以随时在他们想的时候停下来。 迈克尔拍摄的照片传遍了世界各地,为凯特和威廉提供了照顾小乔治所需的空间。 下周六,乔治王子将庆祝他的十岁生日。 在过去的十年里,凯特和威廉一直在他将会成为国王的宿命和作为一个普通男孩成长之间求得平衡。 尽管他的祖父是查尔斯国王,这一事实为他的未来奠定了基础,但他的外祖父迄今为止在很多方面塑造了他的生活。 一位王室消息人士告诉《每日邮报》,乔治王子的外祖父母对于这个小男孩的基础知识和了解英国日常生活的能力至关重要。 琵琶在《旁观者》杂志上撰文透露,他的父亲是一位有趣的爷爷。 2012年,他说,我父亲养成了这种有趣的传统,有时会穿着奇装衣服出现,给我们带来惊喜。 他每年都会买一套新服装,而且通常会有点得意忘形。 几年前的一个圣诞节,他穿着充气向区服现身。 据了解,香扑这个绰号一直是麦克尔的昵称。 知情人士称,他们正在尽最大努力将异常情况转为正常情况。 父母都疼自己的孩子,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事实,不过很多父母却很难和孩子的另一半处理好关系。 可威廉王子是一个例外,因为他和凯特父母的关系相当好。 在戴安娜王妃去世后,威廉王子失去了母爱,父亲查尔斯王子又和卡米拉结了婚,很少关心她,所以她很少感受到家的温馨。 值得庆幸的是,在和凯特交往后,威廉又找回了这种感觉。 据英国《每日快报》报道,在凯特和威廉王子刚刚认识的时候,他经常去凯特家做客,在这个家里,威廉王子找到了家一般的感觉。 这个家里总共有五个成员,除了凯特和凯特的父母,还有凯特的妹妹琵琶和弟弟詹姆斯。 当威廉王子到他们家里去做客时,威廉王子觉得这个家里的关系非常的和谐,这也就是威廉王子最初爱上凯特的一个重要原因。 虽然威廉王子是英国未来的国王,但他在凯特父母的面前一点也没有架子。 就像遇到自己的母亲戴安娜一样,威廉王子也会在凯特的母亲卡罗尔面前撒娇,例如他会躺在他的腿上,听他的一些唠叨,和他一起唠嗑。 在戴安娜王妃去世以后,威廉很久都没有像这样和母亲聊过天了,相信这是因为卡罗尔疼惜威廉很小就没有了母亲,并把他当亲生儿子对待的结果。 不过,人们对于卡罗尔的看法不一,一部分人认为卡罗尔动机不纯,一手策划了威廉王子和凯特的婚姻。 还有一部分人认为他是个好妈妈,因为他从来不会在媒体的面前谈论女儿,不会拿女儿来挣钱。 之前,凯特父母的公司面临破产时,在这种情况下他依旧没有利用闺女挣钱。 除了凯特的母亲卡罗尔,凯特的父亲迈克尔对威廉也很好,迈克尔和威廉经常在一起聊天,而且一聊就是好几个钟头,威廉王子在这个家中找了新的父亲和母亲, 相信戴安娜王妃看到这一幕应该会很心累吧。 哈里王子可没有那么好的福气,在梅根结婚前,梅根父亲的照片变得非常抢手,所以狗仔队找到了梅根的父亲, 并让他配合拍了一系列的照片,据称这批照片值十万英镑,梅根的姐姐更是出书来讽刺梅根,为此梅根和哈里王子切断了和他们的一切联系。 不过,梅根的母亲多利亚对梅根还是很不错的,在梅根生了孩子后, 人家还辞掉了美国的工作,来英国帮他们带了一段时间的孩子,所以他对女儿和女婿还是不错的。 哈里王子和梅根现在和梅根的父亲和哥哥姐姐完全切断了联系,相信这样他们的幸福感一定没有威廉夫妇高。 小编相信,不论梅根父亲有多么不对,他们还是应该多去陪陪父亲,希望他们多和威廉王子学一学,把家庭关系处理得更好,因为这样才能给阿琪带来更好的成长环境不是吗?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探讨,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订阅